记者李荣平桃园报道,桃园市48岁李小姐每天半夜都因为被布扫养难耐醒来,即使换了睡衣及请洗,被单都不见改善,持续不断地被养让她几乎快崩溃,直至前往中立天圣医院体检时,经医师建议做224项急慢性过敏原检测,结果报告出炉发现她近视对小麦过敏。 医师林绍华进一步咨询发现让李小姐半夜骚养难耐的竹音是她家里开面包店,天天都有面包吃,在停止食用面包后,她的过敏反应症状很快获得改善。 林绍华指出,最近季节转换,很多民众鼻子过敏打喷嚏情况更加明显,其实过敏不光只会反应在打喷嚏,流鼻水,在每天三餐吃下的食物中,也有许多过敏源容易引发各种过敏反应。 在国人过敏植物排行榜中,蛋白、小麦、花生最常见,像是奇异果,甚至竹笋也会引发过敏。 林绍华说,目前常见的过敏源检测从单向的环境检测到含瓜环境过敏因此,奶饭类、肉类、海鲜类、水果类、蔬菜类、和果类、饮料、调味料、中药及慢性等共224项过敏源检测。 检测种类越多,完整性越高。 他也举例临床分析过敏症状,一批症最多其次是过敏性鼻炎。 其他过敏症状如肠胃、肇气、头痛、黑眼圈、眼睛发痒、失眠、皮肤红疹、皮肤干燥及胃酸过多等问题都可能是食物过敏所引起。 面对民众生活中很容易因过敏产生不适而不自知 他提醒若能缺陷知道自己的过敏源有哪些避开过敏风险 确保生活品质不受影响外 由于每个人可能都有不能吃的食物 只是种类多少问题 对食物产生的过敏可能是肠道发炎造成 因此平时更应注意肠道健康